终于追到死相 远警抢时间立刻掏枪指着前方车辆来个瓮中卓别 大声后令驾驶他这才慢慢从车窗伸出手 警方迅速靠近一逮到机会立刻开车门把人给拉下车 驾驶都被压制在地还想挣扎 连同副驾驶座的男子也被逮 被带回警局 凌晨12点多 他们在新北板桥新一路跟广泉路口红线围停 被驱罗警方拦下盘查 但他们不仅拒检还加速逃逸 一路催油门展开警匪追逐站 追了一公里左右 直到他开进土城学府里一段的巷弄内 无路可逃 这才乖乖就反 一看到远警就心虚落跑 不是没有原因 他的车上被搜出大量违禁品 包含多包安非他命 手指虎跟爆竹 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周姓驾驶步伐缓慢 已经没了先前的嚣张气焰 原来他还是毒品通气饭 这回巨检逃逸最佳一等又在吃上红线围停的罚单 凌晨街头上演警匪动作片 好险过程中没有人车遭受搏击 TVBS 新闻成员人吴亚新白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喔